再跟各位聊两句 甄子丹取代成龙老师 成为了新一届的港台武打片的花瓶 在政协当中发布其重要作用 这个看来大家都已经开始渐渐要习惯了 我们走入了一个后成龙时代 他现在就是甄子丹了 其实原来这个角色 实际上来讲 他是原来成龙老师的一个在武打界 在武打影片界原来应该只有成龙老师 能够撑得起这一片天 你包括像赵文卓 他们这都还是差很远的 量级不一样 李廉洁他这种事都干的比较少 原来干现在已经早就退出了 所以一般来说在武打影片界 能撑起这一片花瓶之天的 原来只有成龙老师 现在有两个 港台这边 我们一般把甄子认为港台明星 虽然是说他英文比较好 他实际上生活在美国的时间也很长 但是我们一般把他作为港台明星来看待 他是一个 然后国内就是吴京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所谓国货当自强 原来很难有这种国货产品走到这个世界上 现在吴京至少在自己国家这个地方 战狼的形象一出来 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明星 他就占了成龙老师的一部分的职责 这是对内的 然后甄子丹这边 甄子丹老师他是对外的 就把自己的讲好香港故事 讲好香港的故事 去说给台湾这些地方听 他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至于说他说起香港的不是什么运动 叫暴乱这些东西 然后非常怎么说的 谄媚的就去跟咱圣上去聊 这个事情也是正常 我们从甄子丹老师第一部 让我们留下印象的作品里可以看出端倪 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算是新龙门客栈 就是原来徐克拍那版 第一版新龙门客栈 就是有张曼玉 有林青霞 有梁家辉 梁家辉演周淮安 林青霞演那叫什么 我有点忘了 张曼玉演那老板娘 最后甄子丹是被谁给 是被一个在那批肉的小伙计给干掉了 这个还是挺讽刺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必须得说 甄子丹老师演太监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行神兼备 而且看上去就有那劲 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可以说跟港台有香港有一位专门演太监 在新龙门客栈里也跟他演搭档的那位 岁数比较大的就是说妄议朝廷 那是要杀头的呀 就那位就那位 那个跟他有的一拼 至少在那个情况下 那当然后来呢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其实我一直还是挺欣赏甄子丹老师的 因为这个他的功夫 其实在我们看来啊 就是说是要比成龙要强的 这个这个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因为成龙本身呢他是学系的出身 这个虽然是说从小的诱功啊 但是他不是那个就是说武术的诱功 他是那个系的诱功 这两个东西他有 他有那种叫什么 就是有相通之处 但是呢你从中国传统武术的这些发力上啊 和那些东西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成龙老师这方面的诱功呢会差一些 那甄子丹老师确实这方面确实好一些 而且呢他这甄子丹属于那种就是真的是学的人 这他在那个有一个片子 他除了那样沙破狼那片子 他跟吴京对吧 现在两大顶流 那个在打的那场戏 就是吴京用 吴京用的是那个日式那种叫斜叉吧 短就是那种就是日式那种短刀嘛 那个我这个专业名字叫斜叉 那个东西呢就是在打 甄子丹用的是那个甩棍 就是短棍术 如果他用的是非常好 这是一个后来还有一个片子 他用的是那个 就是综合格斗里的那巴西柔术 用的也非常好 虽然你可以说他是那个 他是他是现学呀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看出来他学的东西确实是多 而且呢 在各种异种格斗术上 他都有一定的造诣 当然也跟他身体素质有关 这个一直以来呢 是这个相当相当的 怎么说呢 是上心吧 吴京也是 他们这些人都是挺敬业的 在这方面挺敬业的 你像吴京 那个那天我跟那个山哥喝酒 王小山山哥喝酒 聊起来这个吴京 聊起来吴京的时候就说 山哥就说说认识吴京 说每天背着沙袋跑 就是不是那种大沙袋啊 跟圣上的两百斤那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背着那种沙衣啊 或者怎么样 跑十公里啊 还是怎么样 这每天干的一伙 我操我这身体素质是非常好 那他们这种自律啊 然后怎么样的 就是确实是确实是强 而且学习能力也好 但是呢 就是中国这个明星吧 其实他一般来说呢 就是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要最多呢 你不说话 但是你要 你只要是说指定你说话 你就必须得说 很多话都必须得说出来的东西 真子丹呢 只不过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一定要说 比如说他说了这个 我不是说给他推 给他开脱啊 这个他本人他也是愿意配合的 叫什么呢 强扭的瓜不甜呢 他如果自己不去配合 就是我们有句话说啊 就是你要是不去配合这个 你是不可能去拿到很多好处的 对吧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一正常的事情 在他们这些演艺明星里呢 这个你他是不是你要不要说 而是呢让不让你说 你比如说像演艺界吧 说成为政协委员呢 那个基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任务 嗯 你像是原来 甚至于我记得当年那个范冰冰他们也干过这个 就是他一旦到了顶流之后 就是说特别有名了 那他必然是要被吸收到这边来的 然后在这边呢 要说他自己 就不是说他自己 就是说让他想说的话 而且呢就是他们 他们如果敢不说的话啊 你就你可以说 那你你我们可以说不说这个 呃不说这个什么违心的话呀 首先第一个来说呀 不说是不行的 因为你让你过来 就是让你说这话的 在那之前呀 虽然没有协议 但是这是一个行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些人呢 他们我们生活的不在一个 不在一个时空里 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呃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是这样 我跟大家这么解释一下吧 就是呃如果您经常呢 平时老去呃比如说像在有一个地方呃叫呃原来是什么来着啊 叫百越百越中心就在那个呃在那个三环边上那个那块呃对面中国大饭店 你最高的最高的最高层是那个一个酒吧啊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原来我去原来我倒是老去那因为那块其实也没跪到哪去啊 这实话是说 然后呢那到那地方你在你往下看的时候你跟这些人不在一个层级上 对就像真子丹说的说呃就是批评这个国外的媒体你们去过中国吗 你们你们你们知道真正中国什么样吗 我知道啊 我就在中国生活啊 我觉得中国好得很 这个他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他生活的那个中国跟你我生活的中国都不一样 真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两个东西那他可以这么说他确实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说他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真正的广义上的中国呢 他知道他肯定知道不傻 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是出外景对吧 你就会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什么样 很多地方他只要是出外景 你比如说大漠孤烟之类的这种这种镜头 你要去往那边走 你你能不知道当时中那中国是什么样 但是但是他们是没有没有资格或者是说没有能力去把这件事捅破的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他只能用这种模式去给那个咱政府去捧这臭脚 对吧 那只能舔呢 要不舔的话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收入 因为这块的收入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 因为他们的主要市场你比如说曾子丹在中国或者是怎么样 他有一定名气他可能去好莱坞发展 他在好莱坞再怎么发展 他也不太可能能够成为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一个碗 他跟成龙那会还不一样 因为原来成龙在的时候就或者说包括李小龙他们在的时候 他能够去打开这个市场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自己极强的风格 而且呢是那会儿呢正好是好奇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来到这边了 那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但是曾子丹他们已经没有那个时不是那个时间了 对吧他只能是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这大陆这一块 他必须要去做这个花瓶 然后呢才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甭管是经济利益或者怎么样的价值 又加上他们本身所受到的这个爱 就是在中国他们生活那个层级是是完全是可以说这句话的 对吧那他就可以这样非常自如的用这种语气来说话 甚至于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穿一个透视装的那个小子在英国开演唱会 也是用这种话说 对没错 这些人都是如此 没有办法的 他们是从那个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必须要说的话当中 他就是他就是如此的 所以呢我现在来现在来说呀 就是听他们这些人说话的 我一向就相当于怎么说呢 您还记得那个谁呃员世凯员世凯老师啊 对就是咱们这个他称帝的时候啊 大概就是全国呀都有这个请愿团 就是请他除了他儿子给他办了一份一个人看的这个奉天时报之外呢 还呢组织了好多这个请愿团 是全全国各界的请愿团 其中呢就包括妓女请愿团 乞丐请愿团 就是都是纷纷上那个劝禁表说 这个叫什么 袁世凯不出 就是咱奈苍生河 对吧 您可一定得登基 如何如何 大致我就看这帮人就相当于这样的这种地位 政协 本身也就是协商给你一个位子 让你在那 包括周小平在内 包括咱长渝侯在内 就是给你那么个地方 让你在那能够有机会说点我党喜欢的话 然后实现一下全过程民主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属于政协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的民主 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强奸的过程 大概来说 政协就属于在旁边帮着拿衣服的那种人 或者上网上递套的那样 对吧 大概就是这么一帮人 所以他们不说能怎么办 只能如此 但是怎么说 说一个 你像成龙如何 我就没法说了 为什么 毕竟那兄弟 他是成龙老师 他文化水准较低 对吧 当年也是属于 如果不是成名了 也是一个该溜的内陆的货色 这也就不说了 毕竟甄子丹还算个正经 算是读过几天书的人 怎么说呀 这个一个人学了文 又练了武 到今天脊梁骨萃成这样 简直像个软体动物的话 总觉得会对这个武字 哪怕你是传武 他也是武啊 就甭说侠了 这个侠跟他们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只能如此吧 中国的连文太武的这种脊梁都是 基本上怎么说呢 全都是一堆的脆骨吧 也是如此 好 跟大家瞎扯几句 感慨几句 没什么正事 谢谢诸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